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所有在隐秘的恋情也终有曝光的一天 而杨子和邓维真的真的很不一般 在10月4号晚杨子在个人社交平台 分享了多张美照告别巴黎 他还发文写道巴黎再见了 在杨子回国的时候 我们的邓维也是立刻与杨子秀恩爱 真的就好甜好甜 不过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杨子在巴黎的战况 可以说近几天 小猴子征战时装周可谓是亮点十足 他的每一套装造曝光都美出了新高度 时尚感更是不用多说 养眼的不得了 小猴子这次晒出的美照 几乎把前往巴黎的所有造型都抛了出来 给足粉丝惊喜 比如杨子晒出的这张美照 照片中小猴子扎着高马尾 穿着惹火红装 他坐在湖畔旁开心拍照 侧眼纱真的好绝 再配上周围的唯美紧致 小猴子确实是美扎平了 还有杨子此分征战时装周的第一个造型 便是下面的白色衬衫裙 当时美照一出来便引发网友热议 照片中的小猴子披着黑色长发 戴着黑钞 穿着白色衬衫 脚踩时尚款长筒靴 手里还拿着小包 整体都可充满慵懒风 美到黄眼 小猴子穿上这身美衣 在不同景点留下倩影 牵手苗条好身材 全程抢劲 一身细致成腿 更是惹眼十足 不得不说 现在的小猴子真的好瘦好美 全身上下就看不到一点坠肉 保持得好好 还有杨子开心拍下和埃菲尔铁塔的合影 小猴子还做出了单手捧脸的可爱pose 真的是甜妹极势感呀 虽然杨子现在已经30岁了 但她的脸蛋依然又态感满满 双侠饱满精致漂亮的美化说 在怼脸视角下 她的脸蛋仍然看不出一点瑕疵 不愧是大家公认的顺势美颜 看着小猴子嘟着红唇卖萌 这副模样完完全全就是小可爱的甜妹一枚呀 由此可见 虽然小猴子已经是30岁的淑女了 但她内心的少女心还是丝毫未减 而且杨子抱着小狗狗笑狗不停的照片也很美美 这个视角下她看上去又变成了知性温婉的小女人 举手投足的优雅范藏都藏不住 现如今杨子已经回国 我们的邓维就像小奶狗一样 明目张胆的黏着杨子大秀恩爱 看看邓维放出的几张照片 与杨子放出的照片真的很搭呀 况且现在依旧处在国庆假期期间 杨子回国后自然要给自己放几天假 而邓维也在假期阶段 那么二人会不会趁着假期游玩一番 近期在网上流传出了几张杨子邓维的照片 天呐 小编我看了看就感觉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真的好有福气感啊 也太合适了吧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杭州运动会举办的纳会 我们的杨子发了一条微博 结果不久后 邓维也发了一条一模一样的 我按那是一字不改呀 而且她还卡点56 我6在维子这里出现的真的很频繁啊 可见邓维真的很喜欢我们杨子啊 况且喜欢她的二位粉丝 杨子和邓维看起来真的不相眼的 两人参加综艺 不料小狐狸玩游戏失误 突然抱住了妹妹 瞧杨子这个表情 看起来真的害羞了 邓维则是杨子后面暗自偷笑 这小子有点东西呀 而杨子想必也产生了一丝情愫 毕竟在拍摄龙骨鱼定情时 面对小狐狸的亲吻 姊妹也会下意识地把嘴巴揭起来想亲亲 这个小细节太好磕了 其实在关佩夫妇对戏中 小狐狸也曾出现过下意识动作 这足以说明两人关系不简单 但最为让人上头的还是 关佩夫妇在片场里的喜喜打闹 两人真的太有恋爱氛围感 这也不难怪表哥张婉逸 会那么想杀掉正主上位了 果然关佩夫妇就是甜 不过有一说一 以我个人敏锐的直接来看 邓维的杨子确实有点意思 是那种对心动女孩的喜欢 很多下意识的行为举止能看出来 在杨子面前小心翼翼的表现 但事业上生气的她不会去追 而杨子也不会接受 至于谈见词的杨子就是单纯欣赏业务能力和性格 张婉逸和杨子就是旗鼓相当了 不过敏感确实是这样啊 不过现在维子在发展期 要是谈恋爱的话再等等也不晚 希望以后真的可以磕到他俩 而且小编真的就入戏了 但是毕竟是爱戏中人还是真实的他们 我们往往会分不清 但不管是剧中的妖精 还是现实中的他们 我们都很磕 那么就让我们等待时间的考验吧 真的能在一起也是很好的 妖精党直接上大分 而且我感觉邓维和杨子真的就很甜 就好像两个人都有好感这样 当时也看了长夜静明扫楼 邓维和陈杜林酸也甜 但是更多的就是营业 邓维偶尔还是表现出有点高冷 但是去看综艺你就知道 邓维看杨子的眼神真的很温柔 主要是邓维大部分时间都会不由自主 被杨子给吸引 而且对他也很照顾关心之类的 会觉得他可爱之类 但是邓维和陈杜林扫楼那个时候 我虽看他偶尔也看着陈杜林 但是更多的是那种 比如陈杜林说话 邓维看着他的那种尊重 还有大部分眼神是看镜头的 和陈杜林也没有特别那样互动 可能陈杜林性格也就是那种比较安静高冷 邓维也是这样子呢 而杨子更是搞笑能带动气氛那种 所以邓维和杨相处会比较放松 会笑容多一点 我看到他和陈杜林都很少对他笑 当然偶尔也有笑的镜头 但是大部分都是很严肃 就像在互相营业 你怎样保持帅气 我怎样保持漂亮一样 从我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看不出来陈杜林对邓维有其他情绪 邓维也是 可能有也是两人合作搭档那种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好感 像陈杜林说邓是他目前合作的最帅男生 可能也仅此而已吧 邓维也可能只是觉得纯漂亮也就这样 就是差点意思 最多是朋友那种 不过我觉得邓和杨子相处真的有点不一样 而且他会有点小心翼翼的感觉 之前小编也看过一个邓维采访 说他杀青以后心里有种失落感 感觉夜时期离自己而去 心里空了一块的感觉 我想说去追姊妹啊 追到他你就可以一辈子当屠山景和夜时期了 不是说演员分两种 徐愿派和体验派吗 徐愿派注重技巧 体验派就是感同身受 杨子徐愿派演技出戏快 近戏也快 邓估计体验派出戏慢一点 所以片场杨子还曾引导邓维出戏 所以邓维对杨子的真情实感 我们观众真的感应到了 如果没有用心就达不到动心 达不到动心又演不出与观众的共情 所以邓维杨子两人应该都入戏了吧 只有这样才能真情流露 毫无表演的痕迹 这应该就是演员彼此的相互成全吧 比如在片场中邓维和杨子告白的话戏 在这段戏中邓维表现得非常棒 这段又哭又笑 真诚炙热的告白戏非常感人 很感兴演员邓维的情情演绎 附现了书中妖精的高光明场面 甚至比书中的描写表现得更好 作为一名书粉我非常满意 只能说邓维私底下对土山景这个角色 做了很多功课 要不然他不会一下子就带入进去 他入戏很深演得很真实 邓维真是天选土山景 演绎得太好了 每个表情眼神动作都表达得很到位 这也是向柳 九张嘴为什么还是抵不过狐狸一张嘴 狐狸掉眼泪就赢了 狐狸有的不光是嘴 他也是亲其所有的爱小妖 而时候杨子也帮邓维擦了下眼泪 换成别的女演员 不会临时反应去帮男演员擦眼泪和鼻涕的 而这就可以看出杨子是个善良的人 而且杨子邓维真的就很甜蜜 因为各种细节都证明 邓维完全不想跟子妹处成兄弟 强强次说关 邓维是个感性的大男孩 杀青那天 邓维完全没有意识到要杀青了 抱着杨子转圈圈 情不知所起 一往情深 因此邓维难演压抑情绪 杨子一时在身边陪伴邓维 收到杨子送来的杀青捧花 邓维才笑得一脸不知前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最后一场戏拍完 杨子也就转身奔赴下一个行程 邓维在杨子身后 目光护送杨子离开的身影 表情委屈 眼光闪烁 不舍之情在心中弥漫 查证之后 这个旺气使 再也不能屁颠屁颠的跟在姐姐身后 邓维怀里捧着鲜花 脸上却并没有对收工感到开心 邓维在自己的个人采访中承认 戏出不了 完全就出不了 邓维沉浸在角色当中 久久都难以忘怀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消化了好几天 才意识到图山景不是她 小妖也在生活中慢慢远去 真的就将爱意表现得很明白了 那么大家喜欢杨子邓维这对CP吗 欢迎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不变惠